嗨 那我們現在參觀的是台中鳳凰酒店 他們的四人房 那四人房部分有分成有窗跟五窗 這間是有窗戶的喔 好 那 31號房 好 我們進來看一下 它是開放式的洗手台 非常非常的 舒服 好 我喜歡 對 是雙洗手台 就是不會吵架的這種 太棒了 好 然後呢 這邊就是有 礦泉水 咖啡茶包都會有 然後冰箱部分會有四瓶的礦泉水 然後浴巾 毛巾 吹風機 都在上面喔 然後現在目前就是還有一些被瓶的部分 牙刷 牙膏 那之後 當然是環保式的話 就是要可以自己自帶 牙刷 一些一次性的被瓶 好 哇 看到了嗎 它四人房都是有浴缸的對不對 四人房都是有浴缸的 欸 這浴缸非常的棒 好 那一個領域的空間 開業務的被瓶上面都會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間是什麼呢 好 廁所 好 就是分開分間的 完全 你看 馬桶間 淋浴間 浴缸 還有洗手台 分開進行 好 這間房間大概有10坪大左右 開放式的衣櫃 然後會有兩個行李架 開放式的衣櫃 你看 衣架還蠻多個 然後它的床呢 是標準的 150X180 看兩個枕頭大小就是 還有沒有空間就知道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就是很乾淨很舒服 好 那然後是地毯 電視會有 電視 60X 喔 好大 我覺得不只60X 對 很大 然後這我很喜歡的大長桌 好 就是寫功課 好 那種不可能的地方 我覺得現在的房間 真的越來越貼心了 我覺得它們都有台燈耶 真的是為兒童設計的 學童設計的 而且上面還有燈 好 那這裡有一個小盒子做的感覺對不對 就是 你看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做什麼 吃東西啦 對不對 欸 那我覺得 欸 這裡可以出去嗎 不知道可不可以出去耶 那是不行 好 大家看一下喔 它前面的部分就是柳川東路跟柳川西路 好 就是每次像聖誕節有時候 會有些一個 活動的部分 晚上這邊很熱鬧很漂亮喔 好 那這就是台中楓凰酒店 他們的四人房 有窗戶的四人房的房型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拜拜